好 艾倫是新聞界的人才 所以能夠當到總編輯 那據說他申請退休 申請了四次 因為公司不讓他退 對 人才不容易 不過你後來還是退休了 這退休金當時有想嗎 沒有特別想過 因為我很節省 我又沒有物資慾望 就是我對我的性格 我很清楚 所以我的醫生當中 我說我也沒有真正去找過工作 因為我沒有太大慾望 我一直都在做 我喜歡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真的命太好了 那我那時候想要退休的時候 我跟任志士問了四次 每一次都說高姐 你只有辭職的權利 沒有退休的資格 我才五十三歲 所以後來你知道報業不景氣 但我們拿人家高薪 不要等到有一天 人家臉色的時候 所以不管老闆怎麼說 我都不要等到那一天 我性格如此 不是落跑 我也覺得我做夠了 那我沒有任何計畫 我不知道我的收入 會不會再有收入 我會不會再有工作機會 但是那個時候如果要賺錢 可以有一次非常長時間的賺錢方式 就是我剛一退下來的時候 所有談話節目 都來找我談藝人的那個 但是我從不參加 從不參加 對 那個如果以那個時候的通告狀況 來講的話 可以維持一個很長時間的 很好的收入 對 但這就是選擇性 所以我醫生有我自己的自由標準 了解 那你的退休宅找到了 退休宅 不算退休宅 是一個老房子 是我這幾年才就住到台北縣 不是 住到基隆市了 要這樣子說 基隆 對 因為我說過我沒有物質慾望 可是我一直心裡面 我最喜歡的就希望 我能夠有一棵樹 我很喜歡樹 我沒有很喜歡花 所以我的性格不像女人 女人都喜歡花 我就喜歡樹 然後還跑到美農去看過 高雄 還跑過 好地方 屏東什麼地方 反正每個人都績笑我 說我根本沒有能力 住這些地方 是說我的生活習慣 那後來 我想我也沒有物質慾望 我老了 我住稍微好一點 所謂好一點 可能就是新房子 因為房子都已經很舊了 你知道 那然後 我就說要樹 後來知道自己買不起 有樹的房子 可是沒有關係 我最後說 我遲早有一天 會有一棵樹的 我的朋友知道我的個性 通通哈哈大笑 好 表示我可以 我可以樹葬 後來 然後我 我後來到基隆這邊 就是我一推門看這個房子 就剛好直接面對著公園的樹林 跟我的落地窗很近 所以我連人都還沒有進去 我就跟我先生說 就這一戶了 我喜歡樹 那等一下再來請教艾倫 這個懷竹 他這個現在是賽車學院的校長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賽車學院 其實基本上的話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 根本不可能退休 因為我先從52歲 53歲的時候 那時候 你知道我一直就在 新加坡總部 那個ESPN 那時候我提出我想辭職 然後我想要自己做 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多的自媒體 可是我剛才講說 衛星店是有一天 真的會變成恐龍一樣的 就沒了 那時候我老闆很絕 我剛才講說 我不幹的時候 我說我的合約滿的時候 52吧 52 然後我說我打算 就是說這份合約滿了 因為我們1000是兩年 1000兩年 OK 那我就說 我就不想再續約了 結果他聽了 他就當場傻眼 因為F1的合約1000是 1000一兩年的 他們跟那廠商 那人家是因為你要贊助你 因為你是主播 對 那結果節目都已經賣了 然後他馬上 我本來以為他會昏倒 結果他沒有 他馬上很快 那這樣子 我們就改成節目約好不好 我說你要每次 我那時候要搬到上海 對 我說你要每次飛來飛去 他說沒關係 你的雞加酒 什麼零用金 什麼都算在內 公司付 我說那我回去跟我太太商量一下 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想搬去 你要全新的投入 可是我老婆就說 你還是最好 還是因為我的生涯規劃跟理財 那些都跟我的收入有很大的關係 你知道 然後他覺得我是這個太過毛躁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玩重金組搖滾那些 所以很常常管他三七二十一 先衝著再說 所以我適合去做什麼摔角的節目 賽車的節目那些的 其實我有ADHD 然後呢 後來 已經搞十分鐘 那個賽車學院還沒介紹 OK 好 然後我就沒辦法 我就不想退休嘛 可是我就去那邊做自媒體 然後我最終是什麼 我要教學生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多人都說他們玩賽車什麼 可是他沒有章法的 那樣是不對的 我們要跟國際接軌 但是這就要從小時候開始培養 所以呢 那時候呢 我正好回到台灣了 對 我就跟賽車場 有一個小卡丁車場 老的 跟他們合作 然後就交這些小朋友 那真的是 幾輛車 我那時候有六部原裝的 全都是小朋友的競技車 比賽車 那一部車都差不多要三四十萬吧 那我的學校是 我是2015年回來的嘛 然後一回來 我就決定我女兒 因為我女兒在中國比賽 她是ROTEX 那個那是一個國際系列 她在中國是排名 三年都是排名前六 那所以就我們就這樣搞了 聽說你這個也有規劃退休 規劃永遠是規劃 但是其實講真的 我覺得最現實的一個問題是 你到底要有多少錢 你才能真正叫你自己退休呢 你知道嗎 那當年的話我就就像我說的 我有很多的儲蓄保險 還有那個人壽保險那些的 因為我從小就很在意這個 你知道嗎 那特別我都一直在海外生活 然後帶著女兒帶著老婆 那萬一有一天我掛 因為我們常常飛來飛去的 萬一哪一天這樣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我的生涯規劃就是 假使萬一我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 我的這個保險金呢 可以支付什麼 我小朋友都是念國際學校 因為新加坡我不喜歡 他們念華校 然後所以呢 就念國際學校那些 那一年兩個女兒就差不多 上千萬的那個學費 所以呢 我都算好了 所以那個然後包括到了退休 可是後來我發覺 退休那些保險金拿回來的時候 我還算一算 那怎麼夠啊 多少 所以還是 大概也是破千的啦 破千萬的 那結果後來我又想一想 這樣不行啊 你知道因為我那時候想一想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我住就是 第一個就選擇天幕 可是那時候我的房租 每個月就四萬八 然後還有車位 問題人家家連車位 是一個就夠對不對 我有 那時候比較少的時候 也有四輛車 喔 那 要看四輛什麼車啊 那四輛 我都收集那種那個 老兵那些的 老兵士 對對對 然後 那個其實 那個也不便宜啊 那才真正貴 因為很多零件你要 不容易拿到 你買根本是拿不到的 對 那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不行啊 我假設在這樣子的話 我有一天我就想去看看房子吧 就到那個 講到這裡 講到這裡要先進廣告 他看了房子 要記得一下 對 他看的房子 其實我相信你很喜歡 他是這個艾倫是在基隆 這個懷祖是在哪裡呢 這個等一下繼續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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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